创业时代魔晶再度陷入危机,温迪郭新年分道扬镳。 创业时代的热度有增无减,这说明了很多人都喜欢并坚持追这部剧。 小编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小编被其中的创业历程,人物情感深深吸引。 话不多说,小编先带着大家回顾之前的剧情。天象祥瑞,政府大力支持移动互联网。 新年的魔晶成为了政府第一个考察的对象,那爸爸力挽狂澜,帮助了魔晶除去了所受的委屈。 新奇迹般的起死回生。金镇帮在有权势金钱也只能摇摇头称道人时已尽,听天由命。 新剧情,魔晶情况还不乐观。高迪等人情绪高涨沉浸在胜利当中,开好房间庆祝。 新年却表现索然,众人不解,卢卡这是拿着手机让大家看下载排行榜,大家愕然发现一款密疗的软件下载量超过魔晶排行第一。 新年得知洛菲斯要投资密疗软件,郭新年激愤地走进洛菲斯会议室,彭总此时正跟密疗软件的龙总谈论软件的事。 彭总说密疗软件的用户和魔晶的用户有很多是重叠的,这说明有很多客户是魔晶的僵尸用户。 新年愤怒的指责龙总,他说密疗的核心技术就是抄袭魔晶的。龙总却根本不以为耻。 龙总也在一旁帮龙总说话,他说密疗没有用魔晶的商标不存在抄袭。 新年却说这比盗用商标更无耻。 鬼心里还是放不下温迪,罗维问温迪愿不愿意从洛菲斯辞职,跟自己走。 迪迪失笑,讽刺罗维已经重叛亲离了,自己不会再相信罗维的。罗维既心酸又无可奈何。 他说小编还是有点心疼罗维的,罗维也只是为了梦想,虽然手法是不可取的。 并希望罗维能够正视自己,正视他人,认认真真,脚踏实地地完成自己的梦想。 至于温迪,罗维自己失去了温迪的爱和信任,只能靠自己再追回来了。 但是,罗维,你好好看看你面前的这个女人,她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善良单纯,她,不简单。 小编猜测,温迪在后续剧情中还会挑起轩然大波。 温迪还是利益之上的。 温迪找了高迪,徐佳莹·卢卡和杨洋洋,怂恿几人卖掉魔精。 。 温迪吹嘘的天花乱坠,称魔精现在是最盈利的时候,现在不卖,更待何时。 妥之后,温迪去找了郭新年,让郭新年卖掉魔精。 郭新年冷冷回应。 。 温迪告诉郭新年大家都已经同意了,郭新年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把大家当作牺牲品。 温迪看了看温迪,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。 。 温迪是坚持人的梦想。 温迪是坚持人的梦想而生于两个人。 温迪利益之上,物质主义。 郭新年一气用事,两个人根本合不来。 说郭新年为了梦想,为了一起,李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正派角色 只烦反复复这样,小编就烦了 在小编看来,郭新年越来越像一个暴躁的,挑剔的小孩子 知道后续郭新年会不会让小编改变看法,大家拭目以待